严亚伦虽然出道的时间很长,但他却是2018年的一匹黑马,他在2018年身陷劈腿的传闻。 最后,事情被澄清之后,有关他的早期视频被扒他背包,拒绝假唱道拿话筒。 原来这么多年网友们都没有真正认识他,近日他本人是这样回应的。 近日,有网友爆料早年严亚伦在舞台上拒绝假唱,于是将话筒套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 在视频中网友们还发现,严亚伦在自己的part的时候,将话筒递给观众组合中其他成员的表情都非常尴尬。 这个视频让观众们重新认识了,严亚伦对此严亚伦在美国中这样回应冬天了,别再扒了给我留条裤子过去的,就让他过去吧。 虽然没有过去的自己就没有现在的我,但好了。 歌需要保暖自从严亚伦再一次回到观众视线中时,他的过去就免不了,被观众们重新翻出来。 当再次重温严亚伦过去的视频的时候,网友们才发现,曾经的严亚伦是陌生的,为了粉丝不上当受骗的亲自在微博上反挥。 面对假唱,他就到拿话筒来抗议风波之后,依旧教育粉丝,勇敢面对微笑生活。 在观众们的记忆中,严亚伦只是绯闻海中一个很好看的男孩子。 谁能想到真正的他,才是最敢于面对不公平的那一个。 许多粉丝最近都因为严亚伦早期的视频,又重新喜欢上了,他只因为他的性格。 他的行为,他的态度,在随波逐游假装太平的娱乐圈中,是多么难得对于严亚伦来说。 他早期是疲惫吧,不是坏事,因为这些视频真正体现出严亚伦的人品,观众们也才能真正认识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